《胃酸倒流》 其实胃酸倒流的典型的症状 是包括胃酸经由食道倒流到口腔和喉咙 而另一个典型的症状 就是倒流的胃酸会刺激我们的食道 令到我们的食道有一种灼热的感觉 亦都是一般人称的火烧心 而其中火烧心因为它不息的地方 是在病人的胸口那里 所以一般的病人下意识会以为 自己是怀疑自己的心脏出现了毛病 而将胃酸病的心脚痛的症状 是混淆了都未定的 维酸倒流的胸口痛 一般病人会形容 胸口有一些火烧出热的感觉 但是某些病人会觉得 胸口有一种会觉得拿着或者闷着 而那个不息的感觉 是会由胸口蔓延上喉咙 通常在吃完饭之后或者躺下之后 症状会最明显的 而心脏病的心脚痛病人会形容 他们的胸口好像有块大石头 压住他们的胸口 或者他们觉得胸口有一种擠压的感觉 通常在做完运动之后 或者情绪激动之后会出现的 医生会根据病人的临床情况去判断 病人是否有胃酸倒流 但是我们也有时都会需要用一些检查 去帮我们断症 而胃镜是我们最常用的检查 在胃镜的时候我们会检查病人的食度 也会看病人的胃部和十字之长 去排除其他消化系统的毛病 而有需要我们都会用一个24小时的 食度的酸碱值监测的检查 去检查病人的食度是否真的有胃酸倒流的情况发生 有些情况我们都会用一个质致泵溢溢剂的治疗测试 我们会为病人处方2至4个礼拜的质致泵溢剂 如果吃了药之后病人的心脚 如果胃口痛真的得以改善的话 我们都相信病人是很高机会患有胃酸倒流的情况 胃酸倒流其实都会影响病人的生活质素 第一会影响病人的食欲 如果晚间的症状是持续的话 也会影响他们睡眠质素 影响他们突压的工作 如果病人长期忽视这些症状不去求疑的话 亦都有机会长久会导致胃酸倒流一些病发症 胃酸倒流的治疗主要以药物为主 其中包括益酸剂、H2瘦体阻断剂 以及质指泵液剂 质指泵液剂最常用亦最有限的药物 主要透过益制胃粘膜上的质指泵 减低胃酸的分泌 从而减低胃酸倒流的机会 而传统质指泵液剂的效果是比较短的 而新一代改良式的质指泵液剂 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两段释放药物的技术 所以它能够给传统的质指泵液剂有更加长的药效 可以帮助病人有更长时间去控制他们的症状 要预防胃酸倒流我们要从多方面着手 在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病人尽量少吃多餐 不要吃得太饱 也都要尽量避免吃一些会刺激胃酸分泌的食物和饮品 尽量不要吃宵夜 睡觉的时候可以尝试将床头剪高区避免平分 如果病人有側睡的习惯 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在左边身側睡 我们也会建议病人尽量不要穿紧身的衣服 避免压住他们的腹腔 如果病人有肥本的情况 也建议病人减肥 如果病人怀疑自己有胃酸倒流 我们都建议病人可以做一个记录 去记录自己尽量的时间 和有胃酸倒流症状的时间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医生去评估病人 有没有胃酸倒流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常为科医生也会和心脏科医生 互相转介病人也会讨论病人的病情 希望帮助病人去找出他们正确的诊断 提供最适当的治疗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